烈日下救護車停放在大馬路上 一旁還有一輛黃牌重機横躺 援警指揮交通 幾位民眾撐著雨傘遮陽 原來救護人員正在進行CPR 躺在地上的人正是重機騎士 奄奄一息 他稍早在這發生自撞車禍 隨後被台上擔架送上救護車 送往醫院跟死神搏鬥 回到現場 重機已經被移到路邊草坪上 但車頭全毀 車輛零件四散 博右路上更有大片血跡 車禍發生在中秋廉假 最後一天 21日上午11點多 新北市人49歲 王姓重機騎士 一個人由南往北方向 行京台11線14.1公里处 沿寮附近 疑似是路況不熟 自撞路邊燈桿 人噴飛躍5公尺 造成頭部重撞 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目擊駕駛就表示 騎士當時疑似一邊騎車 一邊操作手機 警銷貨報道場把騎士送一旦 還是回天乏術 附近民眾說 這個路段常常發生車禍 尤其假期的車流量很大 實在可怕 警方研判 騎士頭部先撞上燈桿 戴的安全帽 又是半照式的西瓜皮 沒有確實保護到頭部 才會這麼嚴重 整起事故原因 有待繼續調查離清 這回男子騎車廉價 開心出遊 卻沒法平安回家 TVBS新聞高中選一提花蓮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